安准 必须健保健康 我健康 最久必要 愛情 好玩嗎 好玩 參加的這些臨時演員 都是我們的李堅持 站起來給大家一個掌聲快點 演技好不好 以後呢 我們也可以大家輪流來演演戲 也可以來個比賽 那一次的剛才那照片五問 我們還請了一個歌仔戲的演員 叫小明明 電視上有一個可能 你們看電視新聞的時候有播出 他實際上他也是類風似的病友 他也是義務的出來幫我們發言 所以其實我們協會真的蠻有福氣的 貴人還真的不少 那接下來 這是我們的年度攝影展 就是上次在醫學大會的時候的照片 還有呢 就是為了 我們因為以前說真的 從來沒有記賀年卡給客單位 因為我們歲末年關都有發點子 那這一次就是為了生物字跡的事情 我們就是說 剛才那個安博委的總經理有講說 他拿到那個卡片很感動 實際上是我們的很多會員 有一天到辦公室 親自就是那個村 有沒有 有我照片寫那個村有沒有 那是我撿的喔 我們大家親手合力的 去把這個卡片 我們做了100張喔 我們送給我們的醫生朋友 還有我們的貴賓朋友 這些志工說真的也是需要一個掌聲 我們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謝謝大家 我在感冒呢 我不能講過 謝謝我們的理事長很辛苦 讓他先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接下來是很重要的會務報告 我們先請我們的常務理事林洪哲林先生 大家好 我是常務理事林洪哲 今天為大家報告那個 李建市的工作報告 李建市的工作報告 第一大項會員大會 103年的3月30日 星期日 甲台北喜來登餐廳 召開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並邀請 V客 VK客 表演鋼琴演奏 103年度的會員大會 共計450位會員 及 貴賓熱情參與 李建市的聯席會 並請召開四次 第二下 協會的會刊 出版協會的會刊 四期 每期印製1500證 共計6000證 第三下 醫學的講座 醫學講座第一場 103年的5月 舉辦骨質疏鬆證 醫學講座 邀請中山醫學大學 護社醫院公司免疫過敏科 梁培音醫師 解說遇到骨質疏鬆的生活好習慣 為正中醫師 專題演說 我需要吃藥嗎 骨質疏鬆的藥物 新進展 第二場 103年 也是5月 內蜂絲性關節炎 並有會 繼醫學講座 邀請高雄醫學大學 中和紀念醫院 嚴正前部院長 講解內蜂絲性關節炎 鍋燦騰醫師 說明咖啡 茶 與關節炎的關係 胡正清醫師 發表風濕病藥物的副作用 專題演說 第三場 103年的5月 內蜂絲性關節炎 用藥的醫學講座 邀請台北農總 張德民院長 說明內蜂絲性關節炎的完全解析 台中農總 風濕免疫科 蔡常佑醫師 發表漫談生物 致技的安全性 第四場 103年的9月 萬方醫院醫學講座 邀請萬方醫院 風濕免疫科 尿險中主任 為病友介紹風濕 性關節炎 歐子萱營養師 教大家 怎樣吃健康 增子儀物療師 帶大家一起做健康操 第五場 103年的10月 高雄農總醫學講座 邀請高雄農總過敏免疫風濕科 曾瑞成主任 剖析內蜂絲性關節炎疾病 與治療演講 胡瑞傑醫師 講解骨質疏鬆症 與內蜂絲性關節炎 第六場 103年的10月 北醫的內蜂絲性關節炎 用藥醫學講座 邀請台北醫學大學 庫舍醫院 公司免疫科 邀請盛醫師 介紹內蜂絲性關節炎 蔡凱倫醫師 簡介RA的治療藥物 郭沛醫醫師 潛談超音波應用 103年度的醫學講座 共濟服務785人 第四項 村居的座談會 及社區的宣導 第一場 103年的1月 台北社區聯誼會 由羅淑芬教授 吳沾永驕主任 解說DAS28發言的指數 第二場 103年11月 舉辦嘉義社區聯誼會 邀請黃光勇主任 及李柯明主任 解說內蜂絲性關節炎 治療的目標 第三場 103年1月 高雄分區座談會 邀請常溫激烈醫院 風濕免疫科 由商務醫師 護健科 附健科 陳英州醫師 為大家演講 主題分別是內蜂絲性關節炎的 治療目標 地中海飲食 能有效降低DAS28發言的指數 第四場 103年的1月 台南分區座談會 邀請林詠章醫師 吳孟孟悟醫師 RA達標的治療專題演說 第五場 103年的5月 中區分區座談會 邀請台中農總公司免疫科 陳怡行主任 陳德元主任 陳信華醫師 陳一鳴醫師 講解中科 第六場 103年的5月 台南市區免疫疾病健康講座 由陳大醫院內科部 劉寧輝主任 台南醫院免疫風濕科 葉鴻敏醫師 講解內風濕性關節炎 物健科 陳淑貞組長 大家認識健康招 第七場 103年的8月 北區的座談會 邀請振興醫院免疫風濕科 以新主任說明內風濕性關節炎 治療的新進展 第八場 103年的10月 北區聯誼會 邀請台北農總 過敏免疫風濕科 陳偉生醫師 且談超音波檢測 對RA的重要性 第九場 103年的11月 舉辦北區座談會 邀請陳明漢醫師 漫談肝燥症 與內風濕性關節炎之關系 陳慶聚物理治療師 教大家如何做生長運動 103年度的分區座談 及社區的宣導 工具服務器的80人 第五下 藝術的賞吸會 103年的3月 熊貓世界之旅 熊貓世界之旅 藝術賞吸會 還有第二場 是103年的4月 三億木雕藝術賞吸會 第三場 是102年的9月 藝術賞吸會 第四場 102年的9月 電影賞吸會 第五場 102年的10月 艾雪的謀畫世界 藝術賞吸會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年的 藝術賞吸會 共進服務 兩百一十七人 第六下 志工營的 志工研錫營 第一場 103年的5月 北區志工營 邀請楊統華主任 其吳書儀藥師 為大家解釋 生物資器的治療方法 第二場 103年的6月 南區志工營 邀請高雄長庚醫院 風思科 政天才主任 朱富美醫師 陳英州醫師 為大家講解 超音波診斷 及其他的病發症 103年度的志工 顏錫營 共計服務一百七十個人 是 第七下 手作課程 邀請老師 病友如何製造手工肥皂 並藉此活絡手指關節 一百零三年的八月 一百零三年的八月 總共有四場 首作的課程 共計服務五十四人次 第八項旅遊活動 有三場 一百零三年的三月 陽明山兩天一日遊 一百零三年的四月 苗栗一日遊 一百零三年的九月 秋季清淨牧場三日遊 一百零三年度的旅遊活動 共計服務二百二十人士 第八項旅遊活動 一百零三年的十二月 一百零三年的十二月 北區歲末年歡 一百零四年的一月 南區歲末年歡 邀請所有會員 共享美食佳養 歡聚同庆 並提供摩采節目 讓大家討著好彩 一百零三年度的春節 年歡共計五五三百八十人 第九項年券的方案 一百零三年度的方案 讓新飛翔 翱翔天際 內風私信官決議 並有支持計畫 並承受中華社會福利 聯合圈募協會審查通過 共計補助經費 新台幣四十二萬九千元 方案執行期間 一百零三年的一月一日 到一百零三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一百零四年的一月十六日申報結案 最後一項就是其他活動 一百零三年的十月 世界關節元日健康嘉年華 在台中悟到 宣導內風私信關節元相關知識 第二場一百零三年的十二月 內風私病有教育講座 宣導關節元預防治療及部件知識 第三場一百零三年的十月 第三場一百零三年的十月 台中農民總醫院免疫風私疾病 並有聯合大會醫學講座 一百零三年度的活動 共去服務一千三百人次 以上報告完畢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接下來是我們的常務監事 朱岳英小姐 OK 大家好 我是常務監事 朱岳英 本會第十一屆監事會 在過去一年中 對會務的推展的監察 及財務收支的集合 皆遵循了當成的職權處理 在理事會的策劃下 持續辦理醫學講座 定期出版會刊 進行並有服務與關懷訪式 籌備課程 規劃聯誼以及旅遊等活動 理事會以秉持開源節流的精神 無濫用協會的資源 而後監事會仍將依據當成 行監察之職 並請各位先進會與支持指證 那本會自一百零三年度的收入 全年度的收入是 新台幣五百六十三萬兩千七百七十三元 支出是新台幣五百四十三萬一千六百零五元 所有的收支情形 都經過逐項的審核無誤 以上監事會報告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後面一部分的提案討論 我們請我們的理事長來 跟大家講一半 好 我們接下來的提案討論 就是說第一案 按於103年度現金出納表 基金收支表 資產負債表 以及收支決算表 因為剛才我們的監事 常務監事有報告過 那就是說我們提請大會通過 只要大家通過的話 給我們一個掌聲好不好 因為本會自103年1月1號到103年12月31號 就是說我們有結餘 很辛苦 去年二十週年慶 我們在喜來登辦 而且大家還有參會 本來理事師們都在挫著蛋說真的 想說當然應該會複數 應該說是不可能有絕餘 但是呢 我們這長路間是這個太厲害 看帳看得很緊 只好我這個理事長拼命審 審到後來決算表賺了二十幾萬 不好意思 因為資產負債表跟收支決算表 都在上面 臨時跟請大家看也來不及 這本大會所證大家帶回家 有問題的話可以再反應過來 第二案就是 104年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 就是說 104年我們也經過禮監市的 第四次的禮監市會議通過 大部分我們的預算表 就是會比照去年的預算 大概有哪些費用 我們有可能一年會發生的事情 當然今年沒有照去年的那麼多的會員大會 今年經費 以今天這個大會來講 算是小規模的 所以我們的費用就提的比較少 不過到剛才算的話 也是透支的 我們編得太少了 不過 好 那就大家呢 希望你們 我們接下來發的通知 分期座堂會跟一些講座 請你們永樂來參加 那分期座堂會不好意思 我們只要到外面去辦分期座堂會 我開始要跟大家收100塊錢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我們把今天的透支 今天的透支 我們用100塊錢補回來 好不好 好 謝謝捧場 好 那104年的工作計畫報告 我們的會員大會 就是在104年的3月 就是今天 那以前是會 每三個月會固定召開一次 那今天 我們沒有要開 因為我們在上次在 去國師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過了 因為要討論預算表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不適合 所以我們已經事先開過會了 那組織發展部分 會員招募是隨時辦理的 在這裡特別報告 我忘記帶來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志工 我們的志工 現在是受過特殊訓練 還有發證書 沒有人帶 那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那個正式的證書是 以後你到我們 好像全世界不只台灣 各國務館 各國務館 你有空到英國的國務館 還是法國巴黎的國務館 幫我塞工那些是不要欠 我們的那個 什麼 故宮國務院那一類的 將是公家單位的 國家公園那一類的 將是公家單位的 都可以免能掉 因為我只志工容易政策 蛤 志工容易政策 對 容易政 對啊 那我們就是說 當志工就像說你來探訪 還是說參加禮金士 這些都可以 那只要好像去上過兩次 那個訓練就可以了 我知道我們好多 那個志工朋友都有那個證書 我還要去上過課 因為我沒有空 這是很好的 我們歡迎大家來志工探訪 建立各區會員聯繫制度 我們積極辦理 國內外相關病友團體社福機構 一流單位合作交流 這個是從去年開始就有了 像今年的4月28號 就是會有香港一名的那些國家的病友會 來台灣開會 讓我們協會會有三個人代表去 那個很辛苦 開會的話從早上 一大早9點到晚上9點 就是這樣 那還有另外8月份 好像會去韓國 就像是我們協會已經跟 其他國家的病友會有聯繫這樣子 然後我們互相討論那個要做功課 要怎麼樣的表現我們台灣的RA協會 在做些什麼事這樣子 那醫療保健的部分 我們是有一些講座 這個寫的是 就是我們的社工跟聯合券目申請的 就是說我們做了這些事 所以聯合券目給我們 我們社工的薪水是聯合券目支援的 那實際上我們寫的很少 因為寫下去就非得做不可 所以我們實際上寫不到 寫得不到我們平常做的三分之一 但是我們的報告裡面 我們的達成率是180%還是200% 那很不得了 所以我們連這次社工的薪水聯合券目 不只給我們還幫他加薪了 這個社工的薪水時期 事實上是我們大家的成績給他的 還有我們的協會紀刊全年有四期 會員第四項會員聯誼部分 國內外禮物活動每年兩次 那大家應該知道的 我們4月14號要去京都跟大阪 有旅行社已經有講了 大阪招肥局 我們主要目的在大阪招肥局 看他的夜陰 晚上的櫻花 那他是 開源是在4月9號到15號 那我們因為 為了要節省機票錢 因為前面的幾天 非機票是加價的 那我們不要讓大家支付太多的團隊 我們在最後的兩天 我們還是一樣 他還是有在開源 我們還是看得到 非常夢幻的一個賞英的活動 那我們預計就是說 可能在秋天會辦一個一日遊 因為出國總是沒有那麼多的人可以參加 那我們秋天再辦一個 三台遊覽車的一日遊好不好 好 希望大家來 有本事四台也沒關係 好 分期座堂會全年舉辦 無償以上 我看應該不只了 可能在 以現在今天結束為止 節會的活動比較輕鬆了 那但是在旅遊以前說真的 旅遊也是找部分的人 所以我們可能在協調醫生 因為很多醫生很樂意幫我們演講 可能到時候還會也不去做單位 我們希望大家都來報名 好不好 課程研習部分 志工研習 全年舉辦四場 我們特別講 講了一個首做課程 全年會有辦六場 我上次以前有講過的 這一次是做的是壓花 壓花很好玩喔 我自己做過 就是新鮮的花放成乾燥花 那我們把它做成烤片 還是做成鑰匙圈 還是做成相框 我們來看 一頓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